而在这一场活动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去年六月份陷入性骚风波的艺人又盛 他前几天就预告说他会来花莲参加这一场活动 并且公开亮相 因此他也成为现场瞩目焦点 去年六月陷入演艺圈MeToo性骚扰风波的艺人又盛 前几天透过脸书预告会来参加这一场公开活动 也使得玉璃镇长阳里这一场抗暖化要长凉 小农重炭在长凉的萝卜节也成为了媒体焦点话题 和乡亲民众一样带着全家大小一起下田 体验拔萝卜的艺人又盛 也很认真的感受小农在土壤汇探方面的努力 也体验环境与食农教育的乐趣 这次的玉璃长凉萝卜节其实是我们推广友善耕地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友善耕地这件事我已经从2021年开始投入蛮久的 那今天就因为我们种出了全台湾第一个 可能获得国际检判认证的米 那这件事呢在整个长凉里面 就是在这片地里面 又犯了一个萝卜节 让大家可以踩到这片土地上 去感受一下说哇 这大地有多么美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来 因为其实我跟方简方大哥 也已经做了非常久这个计划 然后现在有个成果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对于心骚扰案被传唤出庭后 艺人又胜这一次甩开信操风波 现身玉璃镇常凉里萝卜节活动 情意相停好友 共同倡议敬临减叹 实践友善萝卜的理念 享受亲子下田拔萝卜的乐趣 而对于未来 又胜暂时不做多想 只想尽力帮助 专注在友善大地自然农耕的事情上 记者是玉兰 玉璃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